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已婚是种病吗 这个有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好重要 其实我常常在听很多我的朋友在讲 大家在婚姻里面处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就会觉得婚姻是种病 那也有的人会觉得单身是种病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都 一方面是太绝对了 二方面其实我也想要提一个观念是 我作为婚姻资商师 看到好多对夫妻 其实往往冲突的很厉害 最后是因为误会 很深沉的误会 所以我才会提出这样子的概念 我们肚子不舒服会去看病 感冒会去看病 但是婚姻出问题我们不看病啊 我们就是吵吵吵 吵到一个天翻地覆 要不然就直接放弃 宣告无救 要不然就是跟亲朋好友抱怨 太少人来看病了 大家都会选择用速成的 速成的方式就是离婚比较快 所以现在其实离婚率很高 那很少人会去很认真或去 很真心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毕竟离婚跟以前 相较起来是太容易 而且在道德上或在法律上 也慢慢没有这样的一个约束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大家不知道有这个管道 因为其实两个人相爱要组成婚姻 其实已经投入了太多太多的心力了 我相信啦 我相信其实大部分的人 还是因为找不出解决之道 太痛苦 想说那分开可以减少这个痛苦 所以就分开了 就是少数就是随意换伴侣的这种 我们先不谈 大部分人是因为太痛苦 可是在我接触到的case里面 其实常常是因为没有办法 非常深入的了解对方 然后对方很在意的那个点 跟我很在意的那个点 刚好打架冲突 然后每一次在这个地方 就激发出很大的情绪 没有真正的在心里面 就是有那个换位思考的能力 但有的时候就有点难啦 因为你要我痛的时候 还要去同理你 这是有点困难 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第三者 从旁观者倾的角度 来帮大家搭一个桥梁 去理解彼此 深入的理解彼此 结婚后遇到问题需要智商 那其实婚前也有所谓的这个辅导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结婚两个人 可以一起去上上课啦 大家先增进彼此的这个了解 以及认识 那在还没有进入书的这个内容之前呢 老师是不是先简单介绍 你心理学相关的背景 心理学相关的背景啊 要转行 我是从这十年才开始转的 我之前是学大众传播的 是 转折很多啦 我是有中年生要转折 那我自己在婚姻的波折上 其实也是蛮波折的 可是你们婚前还有做智商 对啊 我在看到介绍说 你跟你先生两个都是相关背景 可是你们居然都还要做婚前的 是啊 而且我先生大我二十岁 他是我的老师啊 也是这个智商方面的老师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奇怪 你自己就已经是所谓专家了 那为什么还会去做婚前辅导呢 背辅导 我觉得其实在婚姻里面 大家都是一样 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是女人 不管是多专家 多么的老师 其实在婚姻里面的角色 就是那一个先生跟太太嘛 就会把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还是很认真的 找了我们是教会的牧师 帮我们做了几次的婚姻辅导 那真的很有帮助 是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自己 来看对方 这是我觉得很需要的不同的角度 所以先生太太不管是专家 或者是一般人 其实都会有当局者迷的这样的一个迷思 对不对 对 所以很多事情还是需要旁人的这个提醒 对而且这个旁人可能不是就是只是你的朋友而已 是一个比较相对专业的角色 他可以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 不是你的朋友就帮你说话 那太太的朋友就帮太太说话这种 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角度 也不是只是劝礼或是劝和 而是他能够理解到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他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你们的关系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角度来看 所以用商业的这个术语 就是要公正的第三人就对 差不多了 不能说亲友团这个各自拥护自己的 那当然立场难免就会偏颇这样子 对啊 所以婚姻资商最大的挑战就是 如果两个人来都坐在我的面前 那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要让太太觉得她被理解被同理 先生也觉得她被理解被同理 没有被冤枉 两个人都要觉得我是了解她的 这是一个基础嘛 我们才能往下谈 那如果你只是找自己的亲朋好友的话 他们当然会理解你 但是不见得理解另一方 就会越来越主观 越来越主观 所以如果是一般人可能造成就是变成2比1的状况之下 那这个另外那一方比较弱势的 他当然就不会想跟你再谈下去 因为他觉得你们就是联合一起来对付他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变成说你的角度跟这个心理资商相关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对 其实我们说穿了这个技巧 当然有很多专业的术语 但说穿了其实就是很深度的同理心 但是你怎么样去很深度的了解这一个人 比如说了解先生 他之所以会这么 假设他打人好了 我们当然说打人不对 可能10个人有9个人都说他不对 但是我除了要指出他的不对之外 我更要了解他 为什么他是哪一点心理受到刺伤了 那他的原生家庭背景是什么 那或者是太太做了一些无理的要求 大家都会觉得你这个太过分了 你一定要不可以这样子对待先生要求太多 可是我也会去了解他原生家庭背景是什么 他的个性是什么 他这样要求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这样子深度的挖掘出来让彼此对方了解 这个是婚姻智商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像在书中其实举了很多这个夫妻相处之间的例子 几乎都是很小很细微的这种小小的争吵 可是到最后因为没有经过这个比较好的处理 就会越来越严重对不对 或者是爆发到最后可能就直接就离婚 或甚至就家暴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常常都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的 有的时候我们光是去看这件小事情 可能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或者是觉得她怎么会为这件小事情这样 就很气 但事实上每一件小事情背后 我举一个比较普遍的例子好了 比如说很多时候男性这一方常会觉得说 你就是挑剔我啊 你就是否定我啊 你一天到晚不放心我啊 一直叮咛啊 或者是说你就要规定我啊 对 这个她抗议的是说你不接纳我这个人的天性 她抗议的是这个 那太太呢有的时候比较常见的啊 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我讲话你都不理啊 你都忘记啊 或是你都不在乎我不理解我 其实那个背后也是在抗议的是说 你不记得这些事情等于不在乎我 不在乎我等于不爱我 她是在抗议这个东西 所以当然会很大声的抗议 所以两个人在抗议的时候都是很核心的 我们人生来对自己很重要的这个特质 就是我希望被人爱 我希望被肯定 所以每一件小事的背后 其实追追追追追 大概都可以牵到这几个核心的需求 就感受不被重视就对 对对对 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 那其实在书中举了很多例子 其实就你这个在书写的这个范围 其实蛮多到最后这个追本溯源都会 都要探讨她原本的原生家庭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就是可能小时候的一些习惯 才会造成她婚后的这种习惯 当然了一个人从小到大的一个经验 会累积到她的需求 比如说一个从小都被很疼爱的人 父母要什么给什么 他就觉得要展现爱就是 我要什么他就给什么 这就叫爱 那他当然会带到他的婚姻里面 他就会跟先生讲说 这个我要什么就给什么 这才是爱啊 为什么我要什么你不给 那你不爱我 相反了 太太先生角色可以对调 就是意思是从原生家庭带来的 那又有一种是原生家庭 完全没有得到过的爱 他以为婚姻里面就可以 帮他实现梦想 有时候反而太过理想化 也会受伤 所以这原生家庭影响有正反两种 大后我们也会举一些这个例子 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听了会觉得 这个真的是不可惜 夫妻怎么会这么为了这么小的事情而争吵 而确实我们真的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那在这个介绍这个里面的这个细节之前 四个章节是不是先 老师先跟我们讲一下 怎么样来分这四个章节 四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啊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婚姻市场诈骗 就是怎么我结婚了之后才知道 你是这样的人 所以第一个部分是从 结婚前到结婚后新婚了 比较容易发生的一些状况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讲婚姻里面 刚刚主持人讲的很多都是小事情嘛 但是这个小事情背后的这个含义深远啊 所以往往小事情会引发大的冲突 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讲婚姻有时候会生病 其实这多半我们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病啊 比如说创伤 比如说严重的婆媳问题 比如说外遇 就是比较严重 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恢复怎么样疗愈 这是第三个部分 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 等于是带给大家的小叮咛 就是所有的人在婚姻里面 都可以反复练习的一些小撇步 好那四个章节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章节跟听众朋友聊 第一个章节有一篇很有意思哦 他说他要到消极会去投诉广告 不是这篇蛮有意思的 这个其实婚前大家难免都会把最好的那一面 呈现给另一半 因为毕竟热练期嘛 那婚后当然就要活生生进入生活 那难免呢 就会开始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或者是不好的习性 就会展现出来 那是不是真的涉及广告不实 也没有消机会可以让你投诉 其实我其实很想要带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人本来就是会变的 就是很多人跟我抱怨说 你看我的另一半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怎么现在就改变了 其实人是会变的 那两个人都会变 就是你不要跟我告诉我说你都不会变 那也很可怕 人年龄不同 所见所学所经历的不同 身体的不同 状况的不同 角色的不同 一定会有改变 那婚姻这件事情就是在 两个都会变的 个体当中 一直不断的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对 就是要努力找了 并不是说顺其自然 要求你不变我也不变 因为不可能嘛 对 这是我本来很想要提的一个概念 就是只要另外一边有所一些改变 那相对的那一方自然就要做一些动态的一个改变 来达到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平衡 对 其实最简单就像女性 如果说婚前 你可能会比较为自己着想 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可是如果你结婚一旦有小孩 你可能心思就完全在小孩身上 那你的消费习惯 或者是你这个对金钱的价值 就会完全以为小孩为主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变 对啊 男生女生都会变 只是大家变的层面可能不太一样 所以谁也没谁可以来控告对方变的 因为本来就都是在变 而且变是正常 只是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找到 在这种变动下面 我们可以有什么新的平衡 那像我觉得像男生 如果是婚后会变 大部分都是一些经济压力 让他在职场上不得更拼 或者是一定要做一些交际应酬 对不对 不然这个可能这个订单就不薄 或者是跟上市的关系就不好 你举这个例子很实在 因为很多男性都是这样子 就是工作压力很大 现代社会工作压力本来就很大 所以他当然 他也许一心是为了说 我现在结婚了 我要赚更多钱 我现在不能再任意 说不干就不干 我要养家 所以我要非常拼 所以拼回来家里就很累了 可能就不能像婚前那样 约会那样甜言蜜语 专注力都在另外一半的身上 那太太就开始抱怨 怎么结婚都不一样 那男生也会觉得 我当然不一样 我更有责任感了 所以其实双方的背后 都有一些基础 都有一些假设不一样 有的时候真的是 常常是沟通上的误会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下班 能够把工作完全都抛在脑后 完全都不用管的话 我相信可能是很年轻 刚进入职场 所以比较没有所谓的 工作上的压力跟责任感 所以这个自然就比较轻松 可是当你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到了一个位置之后 有时候下班你还是一直在赖 你根本很难享受 两个人的一个甜蜜世界这样子 对啊 其实更有难处 你说当然女生在职场 也有这样子很忙的 那还有或者是在处理 两个小孩那边鸡飞狗跳 这个哭那个吵 跑来跑去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用很好的语气 对待你的老公 甜言蜜语 其实这个要求也蛮难的 双方都很难嘛 所以我其实常常在想说 这个你刚举的例子 就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就是 当然不能用婚前的标准要求 两个人都不可能了 但是要怎么样创造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了 我们种植不重量 比如说睡前的五分钟 甜蜜时间或者是独处这样 独处时间 对 那那个时候你是要有好一点的品质的 一定要留出来 不能到最累的时候 好 我终于孩子也弄完了 赖也回完了 然后床就只想睡觉了 好 就是把时间卡到最后一秒钟 那这样的婚姻还是没有付出到 虽然你旁边躺的是那个人 但是你有没有留一点点时间 给彼此是比较有品质的 专注在你身上的 就管小聊一下天也好 关心一下你今天怎么样也好 那这个就很重要 所以其实方法还是可以自己找出来 绝对不可能说没有时间 像这个每天五分钟也是一个 五分钟也可以 五分钟不行 三分钟也可以吗 对啊 只要你有心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找出自己平衡的一个方式 这样子 对啊 对啊 就是有的夫妻我知道 他们是一起洗澡的 嗯 也可以 或者是说 我讲的不牙关一点 有的夫妻可以 有的夫妻不行啊 就是有一方在大号的时候 另外一方在做美容 这个擦练的时候 但是他们在那个空间 是只有他们 独处的 对对对 可以好好的放松聊 这样也可以 就看你自己创造出什么都可以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章节 这个婚后才说早知道 那其到第二个章节就更精彩 也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里面就讲到好多这个吵架的小细节 连多说一个乐 那个夫妻也可以当做吵架的理由 多了一个语注词 这已经8点5分乐 老公多了一个乐 老婆就受不了 对啊 这要回到那个乐 代表什么意思 那如果是老公跟他的亲朋好友讲 他们一定会觉得 哎呀 你这个老婆太挑剔了 太古摸了 太怎么样了 可是那个乐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这个老婆 从早上起床 老公就跟他讲说 8点5分我们要出门 他就非常按部就班 自己很赶 打扮啊 收拾 然后就8点5分准时 出门 出门 但是呢老公 这时候再抛下一句 哎要出门了 这个已经8点5分了 那老婆感觉有被吹 并且有被否定的意思 他的努力好像都白费了 但他没有迟到啊 对 那那个乐就觉得有被嫌弃 被吹的意思 所以那一个小小的乐 可能对于敏感的老婆来讲 他受伤了 所以他抗议的是他受伤 他的努力没有被看到 对 他并不是去挑剔老公说话 是不是多加一个字 而是他受伤了 那这个时候 很容易就会有争执嘛 那老公是不是知道 老婆受伤了 还是老公觉得 你就是在挑剔我 怎样 我说在家说话 你还要这样子咬文嚼字 多一个字都不行 对对 所以其实我相信 这个老公也可能很无辜啦 因为他那个乐可能是 他并没有催促的意思 可是他可能过去 他的家庭的一路 这个深层的一个背景 他也许讲话 就是需要一句 喜欢家瑜住持 很完整 那个才叫这个据点 这样的一个这个说话 有可能啊 非常有可能 所以可能他们吵了半天 都不在吵什么 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啊 对 这时候就是需要 你讲的这个旁观者亲啊 就客观的第三者 你信任的哦 不是随便找一个人啊 然后可以看出来这个背后 你为什么会讲这样子的话 那你的用意是什么 双方这个误会可以解释清楚 那个伤痛好一半 如果更深层的可以找出 那我要怎么说 你才不会受伤 那太太就会觉得说 那我要怎么样配合你 你才不会说这句话 这是可以找方法的 那将来就避免这样 小小的不愉快发生 这是最好的吗 不过我相信他们长期相处 可能这个老公讲话 也常常会加乐吧 或许只是那一天老婆心情不好 所以她感受特别强烈 她特别敏感 对不对 当然有可能啊 当然也有可能 或者是老婆已经在很感乐的状况下 对对对对 好那刚刚举的这个八点零五分乐 那其实里面还有一段 我看了也觉得蛮有意思的 讲到这个去看电影 然后因为这个座位很满 结果呢 两个人只好分开坐 然后回家就吵架这样子 要么如果要坐一起就要坐很前排 然后头抬得很高这样子 那如果要坐后面一点 事业比较好就要分开坐这样 对对对 那最后怎么办呢 这个话说 这有一点点前因后果啊 就是先生本来要订票 这是他们很久没有约会了 对 所以太太满心的期待 这是一个约会嘛 所以重点在约会不是电影哦 那先生可能重点是在电影哦 对 这个男生女生有的时候想法不太一样 那他们到先生没有事先预定 所以到了票口的时候 先生有点心虚 他们已经有点晚到 对 所以票就有限了 所以如果要两个人在一起的位置 就是最前排 对 但是如果后排的话 就是两个分开的位置 在当时因为后面又排了很多人 要赶快做决定 那先生就说了一句话 跟老婆说 那我们往后面坐好吧 我们就分开坐 分开 反正等一下看完电影我们再会合 老婆那个时候呢 大概有点矛盾 一方面又看了后面很多人 有点压力 一方面已经大老远跑来了 老婆就是好 但是没有很开心 对 然后就情绪有点不太 勉为同意的意思 对对对 但先生没有敏感到老婆的勉为同意 先生讲说好吧 那就看电影了 就没有再去照顾老婆的心情 那就一点小事情 老婆就炸了 然后先生就会觉得说 不是你同意的吗 老婆就会觉得说 你当时在那样的状况下 又是店员 后面又有人在催 你这样问我 我一下子 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反应过来 只能说好很难说不好 对所以我其实已经忍耐了 我没有想要发脾气 只要你再哄哄我就好了 对 只是你也没有嘛 两个人都觉得有理 一点小事情 所以老婆想的是说 你当时说可以 我们可以分开做 就打破了我要来约会的心情 我的期待 对刚刚老师就讲到重点 这个每个人一开始的需求 你要先搞清楚 老婆是为了约会 老公是为了看电影 那需求不一样 他觉得后面看得比较舒服 比较清楚 对 所以这个需求 常常男生女生不一样 但老公其实也不见得是坏意 他可能是想说 这样老婆看电影比较舒服 他可能也是为另一半着想 只是另一半要的不是这个 其实不管是做前面或做后面 不是绝对的答案 我在这一题里面 没有要给答案 只是说如果做前面了 你也要安抚一下 就是彼此之间 不要再抱怨啊 不要做了以后 那你又说 哎呀怎么看着视角不对 不舒服 那那约会心情一样没有嘛 那做后面的话 老公也许可以 这个在分开之前 再多说两句甜言蜜语 我们待会就见面啊 哎呀我们真是没办法 我会想你的之类的 那也没事 所以重点不是标准答案 该怎么选择 而是你有没有体会到 对方对这个选择 有什么心理的感受 就要了解这个对方真实需求 因为如果反过来讲 是老婆是电影迷的话 可能她自己想要分开做 她不要跟你做前面 你讲的对啊 就是看你有没有了解 你的另一半 她需要什么 甚至你们两个人 如果说 那我们就看下一场 可以一起做的话 那也可以啊 如果时间充分的话 这样子 有千百种答案 对又可以满足这个老婆 这个约会的心情 然后又可以满足老公 想要看电影的一个心情 对啊 所以其实生活是 这个婚姻真的有很多技巧 不像以前这个单身 你想要怎么样 一个人真的很自由 你想要怎么样 你不用考虑别人的一个感受 对 所以好像大家这个 不管什么年纪结婚 进入婚姻都是要学习的 对不对 不是说你年长 你就比较有经验 没有没有 结婚就会很棒这样子 这个跟年龄也没什么关系 特别是年长要特别 要调整自己反而更难 因为习惯养成的那个年更久 因为有很多这个旧的习俗 反而更难改就对 对啊 其实婚姻就是一种 彼此妥协的过程 当然要有自我 不是要劝大家都没有自我 完全为对方 夜夜不行 这样也不行 就是对方跟自己 是同等重要的 然后我要深度的去了解 用同理心来了解 对方的需求 当然也要用同理心 了解自己 一昧的配合 其实往往都是 那种压抑压抑 但其实是期待很高的 然后就很失望 其实我没有很赞成 说一昧的配合也不对 所以压抑到最后 就变成很大的一个事件 就突然冒出来 就直接就离婚这样子 因为压抑太久了 压抑太久 或者是脾气突然爆发 那另外一半反而也很无辜 就是我这样做了五年十年 你现在告诉我说 你忍了五年十年 我根本不知道啊 就是不知者不罪嘛 你没有告诉我 有这么大的影响 然后你突然告诉我说 你忍了五年十年 这样对另外一半 其实也不公平啊 对这个我自己 以前年轻有一个例子 我一直开同学 同一个玩笑 开了很多次 可是他以前都没反应 我也没反应 结果到最后 他有一天他就爆炸 我就知道原来他忍很久 对啊 这很难 好了这两个人都有责任 就是要当然 你受伤你要讲啊 对他之前没讲 那我们也没有感受到 也许他已经有一些不愉快 可是我们可能年轻比较迟钝这样 对啊 这就是另外一方就是 爱本身就是一种很深的同理啦 就是理解对方的感受 跟观察对方的感受 但是自己的感受 自己也有责任 也要讲啊 所以真的 婚姻真的是一切都是需要学习 那很多人愿意学习 就会找老师来智商 那很多人就是选择直接放弃 或者是干脆就忍到底啊 为了小孩这样子 是不是忍耐的人也是蛮多的 对不对 对对 婚姻当然要有忍耐的成分 我从来没有觉得说 一切顺其自然 就可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 但是忍耐会带给你回报啦 如果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 反过来说是会给一个人好的回报 忍耐同时 我就像刚刚讲的 要有同理心 才可以帮助你忍耐 有的时候我们要 硬是要去爱一个你不爱的人 或是正在伤害你的人 这个忍耐咬牙切齿 其实也很困难嘛 对 对 所以但是那个同理心 我真正了解你 你为什么会这样要求我 我真正了解你 你为什么说话这么不好听 有你背后的原因 那我比较可以谅解 比较可以忍耐 对 所以我觉得忍耐跟同理是同等重要的 是要并进的 不是只有忍耐而已 就忍耐要有一些理由啦 那你如果能够了解 他过去原生家庭的一个养成过程的话 其实你的忍耐比较会有价值 对不对 对对对 而且这是双方的嘛 我不能忍耐的地方 可能也跟我的原生家庭背景有关 我的成长过程有关 那你会这样伤我 可能也跟你的这个背景有关 这是双方的 双方都彼此的理解之后 就比较讲开了 其实那个更深度的了解 我有很多的智商 并不是说我 我教他们怎么做怎么做 而是我搭桥梁 我把自己铺下来当桥梁 他们可以更能够理解彼此之后 有很多问题 其实就迎刃而截了 所以像你在智商的这些过程 一开始就是两个人一起来吗 还是先男生先女生先 然后再一起这样子 不一定耶 有的时候看愿意找智商管道的是哪一方 两个人一开始就一起来最好 那当然就是两个人都有心 要透过这样子的管道来好好沟通 两个人都有这个意愿 沟通的意愿 那有的时候会是先一方来 另外一方不愿意来 这种状况也有 那当然稍微慢一点点 但是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 这是要看专业跟经验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 不是只听你片面之词 从关系的角度来核对 那可能需要做一点实验 你回去再试试看 去理解看看再回来 虽然绕一点点路 但是也还是可以前进 两个人一起来是最好 其实我就想到一些好莱坞电影 常常有些夫妻一起 智商的那种镜头 那其实好像很多都是女生一直讲 然后男生很无奈 或者是男生很无感 他可能是被老婆强迫要来的 对不对 所以在台湾是不是也是这种现象 男生都比较迟钝 你讲的真的很有意思 应该是前几年是这样 但我发现最近这一两年 渐渐的趋势有一点点改变 有很多男生主动来求助的 男生打电话来 然后老婆免为其男的同意来 但是通常这种时候 已经是离婚协议书摆在那里 或者是律师已经找了 很晚很晚才来 就是你说男生迟钝 可能也是 大部分的男士就是已经到了 真的挽回不了了 那个律师在諮商室前面了 的时候才说 我们去諮商啦 其实可能十年前 可能八年前就该来了 对 就是来得晚了 早一点来其实什么事都有商量的空间 对那其实我们刚刚举的 这些例子都是两个人的问题 甚至牵扯到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种比较复杂 如果牵扯到第三人 所谓的第三者就更复杂 对不对 对 在书中也有举一些例子 这个有了第三者 那最后该舍该放这个 其实第三者这件事情 我比较不想用道德的角度来劝说 但是呢 他对于婚姻关系的破坏 是真的蛮大的 对 就是你后来花好多好多的力气去修复 就是要评估值不值得了 对即使你原谅了 其实你后面还是很多年 你心里会有个疙瘩 对不对 是双方都有疙瘩 那个安全感被打破之后 是要用很大的力气 把它修复修复修复 然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个伤疤 对 所以这个代价的评量 要请大家在外遇的时候 在那个当下 亦乱情迷的当下 要评估清楚 他绝对不是赌一把 看看没有被发现就算了 通常会被发现 而且被发现之后 那个后续的处理过程 其实即便是对外遇的那一方来说 其实也很痛苦的 不见得是只有被背叛的那一方 也是有这样的情况来找你智商 有 那其实你的立场很尴尬 因为你很难去说 要离或是 叫他们要断 对啊 其实婚姻智商没有资格 劝和劝离 我是协助沟通 找到共识 并且深度的了解两个人 嗯 那外遇的这个东西 其实通常哦 外遇的那一方 也有可能是 人人人人人都不讲 然后就觉得我很合理啊 我另外找出口很合理啊 但是 那个被外遇的那一方 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今天告诉我的同时 是你已经选择别人了 要放弃了 对 你还没给我机会 就已经先放弃了 嗯 那当然会很不平嘛 所以通常 我如果拿出道德的角度来看的话 常常会是这种状况 那所以那个不说的人也有责任 不管你对另外一半有多么嫌弃 那你也是负了一个懒惰的责任 你没有寻求在动态平衡中 再找新的一个 一个你们平衡的方法嘛 那就是懒懒 就是如果刚好外面有机会 这个刚好嘛 就是享受就好 对 可是这是逃避了解决问题 这是逃避了解决问题啊 那其实就男生的角度 他也不可能一外遇他就说 他一定是累积到一个程度 这个只包不住火 或者是小三已经开始要逼宫了 他要开始这个 坐上大位之后 他才不得不跟那个另外一半承认 或者是直接谈判说 那就离婚怎么 对啊 就是看你怎么想啦 就第一个是有距离会比较美 而且爱情的阶段 没有柴米油烟酱醋茶 这个立足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 就是小三会让你有恋爱的感觉 对对对 那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比较啦 是 只是你要想清楚 当你小三变成正宫的时候 那这是一样的事情 对对对 只是可能那个问题点 每一个人的不同的组成 问题点会不一样 但是你永远不可能靠那下一个外遇 来逃避现在在关系中面对的困境 那你就一直逃嘛 就逃到你没人要为止 逃到没有恋爱为止 那这是一种人生的选择 其实蛮悲哀的 就是看起来好像是自我 就是追寻啊 真爱啊 对对对 但其实是某种程度来讲 是逃避了一种关系的难度 或是逃避了一种对亲密的恐惧 那这些是我们很核心 需要在人生里面去面对的 不管你小时候发生什么事 你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 其实是可以透过疗愈的方式 让自己稳定下来 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根本啊 我觉得外遇只是 治标不治本 好像解决你当时的 好像满足你当时的欲望 但其实有很多根本的问题 没有去面对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诚实面对 这个问题去解决的话 等小三变成政共之后 其实一样的状况 又会再次重演这样子 一样的问题又再次延闭 而且当小三的那一方 女生 假设是女生好了 也有可能是男生 现在女男平等啊 你当第三者的那一方 当你真的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过去反走过都会留下痕迹 你会比较没有安全感 因为自己曾经介入了一段 两个人稳定的关系 你又会怕 自己会很没有安全感 又有下一段 对对对 其实就是说你 你以为只要换了人 你就可以获得幸福 这种才是假象 就老师帮我们总结这本书好不好 这个也就是你多年智商的 很多这个经验 把它累积出来的嘛 对啊对啊 只是说里面的case 我都全部都有变造过 可能是两三四个人 然后我又变造了很多情节 这是要保护来访者的隐私权 这是我想了很久啊 觉得说很多人 当然希望大家有问题 来寻求智商专业的协助 那如果真的来不了 不管是金钱时间意愿 看看书也不错 对对对 就是从中得到一些些的启发 或者是共鸣 了解到原来对方 哎呦这个写的好像 好像我 或是这个写的 好像我的那个另一半 然后我就了解了 另一半背后 原来他是这样想的 去了解另外一半 因为大家跟哥们 或是哥们跟哥们 姐妹跟姐妹 聊了半天 永远都还是在同温层 对啊对啊 那你都觉得自己对啊 也没办法了解对方嘛 就每次讲到这次女生挺女生 男生挺男生就这样 那对事情其实没有帮助 因为毕竟还是你们两个人要相处 并不是你们这些姐妹他或兄弟这样 对啊对啊 那个挺也许你在某种情感需要上是需要 但是问题并没有真正的解决 而且我想到那个挺啊 挺到最后这个 大家聚会结束之后 大家各自解算 你还是要回去面对你的另一半 所以他们在这个场合上讲的多 那个帮你把对方骂得要死 又怎么样 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 而且其实你自己心里可能搞不好 你只是在诉苦 你其实并没有想要离开婚姻 结果到最后你的朋友们比你更生气 觉得你这样子还不离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但其实你的心里你是诉苦啊 对对对 那别人不知道你的用意是什么吗 对在书中也有一些例子 其实女生很多时候就是想要逃拍而已 可是男生没有感觉 所以就演变成最后很大的冲突这样子 对啊 就要读懂对方 就当然你每一对有不同的语言啊 那你要了解另外一半 这是要花心思的 但了解之后 你这个索码打开了 你这一辈子就很轻松啦 你就知道他讲这句话 或者他这个就是讨拍 你只要给对东西 平安太平 事半功倍 对 对不对 就不用硬拗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讲话 你非要给我怎么样不可 就是那个乐 已经8点05分乐 你一定会讲那个乐是不是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需要时间的累积 跟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耐心 要努力 我觉得是要有努力的 除了爱之外 除了同理心之外 其实也是需要努力的 那个努力是要相信 我们的问题一定有解 不管再困难 那去找那个解答 而不是说 现在看起来就很糟啊 就停在这里了 是要去一直去动态的去想 有没有可能解 刚老师讲到这个解啊 即使是你们努力到最后还是决定离婚 可是你们至少彼此不会遗憾对不对 就是我们真的很努力 那两个真的不适合 那其实各自找幸福 反而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充分的沟通 充分的理解 就是要努力过后的离婚 而不是冲动的离婚这样子 同意同意 所以其实人生真的有很多要学的 光是婚姻就是很大的一个课题 真的 只是我们小时候学校里也没开这个课 那大部分都是看自己的长辈嘛 那自己的长辈不见得提供是正确的典范啊 就老师也讲一下这个婚前辅导 到底对婚姻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好不好 婚前辅导其实 我觉得也蛮重要的 预防胜余治疗啊 一切都要推早一点 你像找我们资商的 都已经是那个离婚协艺术摆在那里 律师正在旁边 对对对 早一点嘛 有问题的就 那当然同理可证 婚前就可以做一些预备 婚前辅导 我现在知道 其实有很多机构啊 或是教会啊 有很多机构在做 其实也不用花你很多钱 对而且几乎都是义务课程 对对对 就是报名嘛 我觉得很多只要付保证金就好 你只要好好上完课 那就退你钱 对啊 其实就是不是在钱啊 等到发生很大问题的时候 都要花钱了 对对对 那前面那一段啊 就是收集知识 了解自己了解对方 因为我们太多的婚姻知识 或者是恋爱知识 是来自于戏剧啊 小说啊 这个偶像剧啊 这个其实都是真的是假的 是虚幻的 嗯 那都以那个为标准 那当然是充满了不满意啊 从认识第一天开始就在减分的 嗯 对不对 所以这当然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需要透过这些课程 来了解彼此之间 真的 我们在恋爱的时候 不会谈到的一些 比如说价值观啊 金钱观啊 当遇到价值观冲突的时候 怎么办啊 那你遇到婆媳问题怎么办啊 是 是需要经过一些思考跟讨论的 理性的讨论的 嗯 老师讲一下你的粉丝好不好 如果读者想要跟你互动的话 哦 其实就是我的名字啊 在脸书粉丝页上面 找马度云心理师 嗯 度是温度的度 云是云云众生的云 老师在粉丝都分享 哪方面的讯息 我大部分讲 夫妻相处的很多 当然 我还会讲一些 普通心理的 就是心灵成长的 或是职场人际的 就是我平常接案会遇到的 各式各样的人的状况 在这个世代 我不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 整个很高高的心灵作家 我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也会工作有压力的 也会夫妻会吵架的 就是活在世俗里的 怎么样在这个世俗里面 找解答 那这也是一些 我陪着大家找解答的过程 我把它写下来 跟大家分享 嗯 所以也是有你很生活化的 举自己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 对 不是只有 只有自己的例子 没有隐私权的问题 那其他的就要用创作的方式 嗯 所以像你们吵架怎么办 我跟老公吵架 对啊 就一样吵啊 哈哈 只是我觉得 没有比较好的技巧吗 有有有 那个技巧是 通常哦 坦白说啊 坦白说 我必须要坦白说 也还是会夫妻吵架 但是收的比较快一点 然后换位思考比较快一点 然后这一次吵架 尽量不吵重复的架 不可以翻旧账 旧账 偶尔还是 但是对方就会 哦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彼此提醒的机制 嗯 然后就是要找出那个解决方案 并不是说我们一直吵重复的架 下次再吵重复的架 是 就很浪费时间啊 对 那同样的点就要找出解决嘛 那下次还是可能会吵架 那找不同 可能是吵不同的架 嗯 不同事情 不同点的架 这样 我知道老师在智商过程 都要做一些记录 那你们吵架会不会做记录 说原来这次我们吵架是什么理由 这样子才能够提醒自己 不要吵重复的架 啊 我没有那么严肃 一定会记得 因为吵架很痛苦嘛 嗯 痛苦就会记得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 马多云智商心理师 这本书是高宝书版 已婚式种病 那听众朋友如果对我们的老师有兴趣 也欢迎 用透过粉专跟他互动 所以粉专其实也可以 如果真的有需要 可以预约一些咨询 对不对 对对对可以通过那个预约咨询 但是那个地方可能不能直接做智商 对啊 这个文字有时候会有落差 还是要当面谈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文字我们都知道 有时候打字常常会吵架 就是因为没有语气啊 对所以大家常常会误会这样子 没错没错 嗯 太了解了 好今天谢谢我们的马老师 为大家介绍他的新宿已婚式种病 好谢谢 谢谢 谢谢